哈喽大家好,大家好,今天在田湖打了一把牌位 遇到的关羽玩的还是不错的 我们一看这边,一开始的话 这边是营正跑过来去我们家野区想偷红 但结果被我换这个关羽斩于马下 因为这里面还有我的一份功了 我用的是姜子牙对吧 这边又是一个对方是上路的那个荒布兰 关羽在草冲里面击掌那个冲冲状态 然后冲过来一刀劈下去直接就劈死了 这一刀劈的非常猛啊 这边又是这一房中 这是满血的关羽,满血的关羽被环中给闹了 这边是不好追 主要是这个环中走跃还是非常不错 几次砍不到环中 最后还是只能站在那里用刀砍 然后最后还有李白过来一个大刀 然后支援一下 然后这边就收割了 满血的关羽直接被他咕咕了就剩半格 两三格的血 然后这边是有一个有点是像是出现一个问题 我们看刚刚那个银正是吧 这边就是一个闪现 但是关羽一刀下去居然没有闪成功啊 这一刀还居然还给这个关羽给收割了 这个银正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想法 接着就是这个追银正啊 这个关羽又是追银正 慢慢顶慢慢顶 这应该是开了大刀之后 所以说他的冲锋状态是非常快 然后一个二技能跳过去直接斩杀 这一局银正实在这个关羽的马下 也吃了不下好几次啊 这边关羽还是非常不错 然后再调查我的那个江子牙玩的也不错 对吧 然后两个不错在一起就非常不错 这边是打这个貂蝉 貂蝉还好是有二条一 如果是刚一个关羽打一个不貂蝉的话 可能还是危险性比较很大的 因为貂蝉那个非来非去 非来非去关羽的话也不是很好抓 关羽一个大招又冲过来 直接横顶两个先解决到这个环中 环中这个伤害的输出高输出的 一定要先解决到不解决掉了 后面就很难打 所以这个大家可以多玩一下这关羽啊 关羽的话玩起来是非常爽的 好那我们本期就先到这里 谢谢大家如果大家有什么精彩视频 也可以投稿了观众号 我一直说或者留言 那我们下次再见